玉龍開朝元老魏永泰過去在SBO打拼七個球季 退役後曾擔任球隊公關 本季接任執行教練 掌管臨場指揮調度重任 菜鳥教頭就帶著玉龍例行賽十七勝十三敗 近六年最佳戰績 以第四名之姿緊急季候賽 一接的時候其實一直很不習慣 然後那個壓力跟在臨場上面的時候 很多自己一直在看重播 自己看自己的一些缺點 心理層面比較就是很鼓勵我們的教練 因為他他常就像他應該在中所 其實都知道他在場上第一句就是投 第二句還是放膽投 為永泰教練帶信的風格貼近球員 比賽現場常看到他大聲出言提醒 偶爾遇到較有爭議的吹犯 也絕對會站出來為自家球員爭取權益 我要挑戰 我要挑戰 自己看吧 不吹 要處理啊 這個嗓門是硬量 外面賣香腸和甜不辣的都聽得到了 鮮明的形象引起許多網友關注 外界的討論有時也令魏總哭笑不得 大家聽到了沒魏總可是很慈祥地 玉龍本季沒打出原本設立的例行賽前三名目標 讓魏永泰教練稍嫌遺憾 他也希望在季後賽血池重新擦亮恐龍軍團的招牌 未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